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师团山地元智师团长的指挥下 第一师团下的依赖之号 成连队长率领的步兵第二连队 连同和野通好连队长率领的步兵第十五连队第三大队 等一些部队在旅顺屠杀了约一 零零人至两万人的军人和平民 为日军侵占金州后进行了惨绝人魂的大屠杀 这是亲身经历大屠杀灾难的副学文 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材料 日军随军记者记录下的黄军空计 在旅顺抢商店 搜民财 杀百姓 烧房屋 孙客户 关节 沉沦于抗争 甲午中日战争 第八十四夜战后吕顺致惨状被时事新闻画报队员前警钟所会 井上勤述 吕顺虐杀事件 第158到159夜日军地 一支炮兵中队在明家院前停留 宗泽亚 清日战争 1894到1895年 第107夜1月20日 日军步兵第四连队一步在龙须湾登陆 桂山幸福 日清战争秘密照片所揭示的事实 第186夜日军占领后的龙庙匪炮台 桂山幸福 日清战争秘密照片所揭示的事实 第194夜图为时人绘制的同版画 画面的内容为日军进范田庄台 编辑 记管鲁学社青年会会员张经 金领之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冲师